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航内部启动调查初步发现资料早在2015年就被删除 警官马办已经发表声明表示对整起事件一无所知 但敏感数据似乎刻意被消失 交通部长林佳龙已经要求相关负责单位彻查 黄航董坐谢世天也承认会继续动静人力 能查多少就查多少 三连新闻 文言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